所以沈浸現在壓力比較大一點 所以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比較容易有一些情緒 我現在各天被攻在滿北輪道的打者是 第三方的來源接近第一打是 就是打在游擊手正面的一個滾地球被射動雙殺 我現在看看正凱文跟弗萊奇的搭配 是不是能夠再度讓來源打出滾地的前面 那也是我的訓練問題 我應該不想再看他 為什麼上一次打這麼強勁 喔 迪克小艾斯很積極的塞在好就在裡面 來源今天在德里圈的打的力率是 四成三十個打出打了十二十來打 第2個球頭開 頭在外側的一個變化球 雙殺隊在哪一個人還是站了上方 六三個打出打了二十三七來打 當然鄭凱文他面對左打者的被打擊率是比較不影響的 而且他比王子宮更極端了 他面對右打者的被打擊率是兩成一七 因為左打者只是兩成六九 打成一個左邊包上的高飛球 這個高飛球 看起來已經掌握住了 看起來上的好者做了假跑 押出局 我們真的不會怕你怕 蠻雷的情況還是很急急的把這個頭進好久 帶裡面 這個球做得不錯 至少是用快慢的拉佩 所以讓蠻倫的一個節奏沒有掌握好 所以打了一個比較淺的飛球 其實常常你在蠻累這種一個數據的情況下 往往投手去想說一分都不是的時候 反而去讓對方有個大局 我最怕這個時候可能再多這種促身卷會出現 反而是我心裡想的一分兩分都會是 終於是你可以去接受這個解脫 那剛剛這個打擊當中 沒關係 第一個球配的訴求 而且好像投地區其實也蠻怪的 其實很不錯 反面對靈魂的策略不一樣 一個球球變化球 我這邊要小心 上一次小胖是打了一個中外野 其實蠻深遠的一個肥拳 那其實幾個變化球感覺上 小胖出棒的這個等在這邊的一個能力都不錯 現在的比賽靈魂會就打了兩八拳雷打 單場雙小胖 可能現在還是會比較安全的 想要把球放在外角 避免長打的出現 主要是也是不能蠻開的 剛好打在球的下緣跟棒頭上 所以黑弦距離也不夠深遠 我真的是蠻累積的 但是黑弦距離也會不夠 黃泰 Kerr 對… 你不會保持不好 但是黑弦就不夠 其實我真的會偷受到 那當然還要沒有 我是很小 你就是我